HELLO 大家好我是HOLKA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蘋果筆電 那其實蘋果筆電我真的用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自從我拍片以來大部分都是使用蘋果的系統 原因就是因為它非常的穩定 然後很多東西雖然說不支援 甚至是遊戲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沒有辦法把它當成一台遊戲機來玩 可是這種電腦就是給我一種很安心可靠 因為它的系統比較封閉 所以你在用很多帳號密碼 甚至在用一些什麼轉錢轉帳號的東西 它感覺都會給我更安心一點 所以我其實還蠻喜歡用蘋果筆電的 那這台是上一代的M1的MacBook Air 它其實非常的好用 而且跟之前的CPU比起來 它真的是效能大大提升 然後最近我又買了一台 就是盡量來拍影片的重點了 就是這一台 這台是MacBook Air的M2的系統 那M2其實跟M1原本我想說 哎呀只有差一點點的效能 應該不用買 那這次主要會買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一台電腦 借了我朋友來使用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再補一台好了 這一台M2的啦 後來我買了之後才發現 它其實有蠻多電腦 是跟M1不一樣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第一個是它的外觀 蘋果長大了 這台是M1的 這台是M2的 它的蘋果長大了 然後再來是面積稍微大了一點點 可是各位不要覺得說面積變大 Air的那個輕的那種特色就會不見 實際上我上官網去看 M2的這一台 雖然說整體的體積比它 好像再大一點點 因為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厚度的部分 厚度其實是這個樣子 好像看起來比較大一點 可是實際上M2的比較輕 而且輕一點點啦 幾乎是沒有感覺的那一種輕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很大的變動 就是在旁邊這裡 它的電源孔 變回了原本的這個 原本的這個叫什麼 磁吸MagSafe 它當時的設計 就一定是 為了要讓它這樣子 你踢到線的話 它不會整台電腦直接掉 因為它是線會掉 就是線它只是磁吸上去而已 就這麼簡單 就這樣 反正擬動它就是掉 就是掉線 不會掉整台米電 那這個設計呢 也不知道為什麼在前幾代 它被拿掉了 所以在後來的MacBook Air 就是兩個Type-C耳孔 跟一個3.5mm 就非常的精簡 有很多人甚至會為了iopo 去買Pro的版本 因為Pro的身上 它可能就會增加了 SD的卡槽啦 然後有USB等等的 甚至像HDMI 它可能都會把它建在上面 但是我很久沒有Pro了 在之前的 前幾代的CPU 其實我都用Pro的 因為要Pro的效能 才比較夠拿來剪片 甚至你要直播啦 或者做一些其他事情 都會比較夠一點 這台我真的覺得 它非常不夠了 等下還是有一些小小的缺點 就是我大概用了 一兩年的時間 有些小小缺點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它這個變動呢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啊 雖然說多了Megasave 真的非常好用 可是早期我在用的這個 這個真的是 蠻好用的一個USB Hub 但是但是來了 這個USB Hub 你看它是直接兩個Type-C耳孔 所以在接這個的時候 你看 哦 完美契合 而且你不會有一個東西 就是掉在旁邊 其實你在移動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不知道是內心做出來怎麼樣 我總覺得這個比較快 就是傳輸速度上來說 比較快一點 那上面的話 一樣有帶HDMI Type-C啦 還有一些孔位等等的 可是你看哦 我今天把它轉到這一邊來的 直接把它接上去的話 這個就有點可愛了 這個就有點可愛 因為它會直接擋到我的磁吸孔 所以我就沒辦法充電了 有的人可能會講說 啊 Type-C也可以充電啊 是啦 Type-C也可以充電啦 不過既然有Megasafe 這種這麼好用的介面 那為什麼要浪費呢 而且其實有Megasafe的充電方式來充啊 你其實兩個孔 等於是你可以拿來接 兩個Type-C的東西 不用把一個孔丟來 放這個充電的孔位 所以會相對方便一點 那當然有好就有壞 所以這次呢 我也特別換了 USB的HUB哦 因為一般來說我會接上一個 這個是外接式的SSD硬碟 另外一個Type-C的桶 我只是會用這個 USB的HUB 那這個是GIGA STONE的牌子啦 他們寄給我這個哦 我覺得算蠻剛好舊到火的 它是這樣子 一個帶著線的 Type-C的這個USB的HUB 它算是剛好有搭配到 我現在這台主機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首先呢我先接一個 接一個這個USBHUB 這樣接上去 然後呢 再來是我常用的 那個SSD的硬碟 OK 大概這樣再接上去 最後呢 這個Megasafe的充電 我真的直接把它接上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等於是我有更多的 更多的iopor可以用 像這邊的話 你看還是有一個充電的嘛 然後還有一個Type-C可以用 有記憶卡 一樣有兩個USB-A可以使用 所以啊 我覺得就會變得比較多 一點點 那種感覺 然後整個再接起來 我覺得也還算OK 因為本來這個就是會有一條線在 變成這樣子 這邊的話 慢慢就少一個 可是我覺得電源線這個是好的 因為有小朋友在 他們真的難免提一下 這個東西掉 比你整台電腦掉 絕對還要來的划算 所以這個頭啦 我是覺得可以換的 那這個是在M1跟M2一個蠻大的差別 使用起來真的會差蠻多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關於螢幕的部分 因為你看下面這裡啊 基本上我已經把它對齊 兩台都是13吋嘛 但是你看喔 下面這裡已經被對齊了 基本上這個地方 你會仔細看喔 這一台的螢幕 就是M2的這個螢幕 邊框稍微的再窄一點點 這樣各位應該看得清楚 非常明顯才對 然後再來就是上面這裡啊 他把它做上去的 原本這邊是黑邊的 就是沒有用 就是完全黑邊的 它不是螢幕的部分 然後上面呢 這裡有一個鏡頭在這裡 可是它現在新的M2的 它把上面這一塊延伸起來 然後做到中間這裡 螢幕的地方做一個小瀏海 反正蘋果家就喜歡這種特色啦 那螢幕上來說 其實說實在看起來會更滿 更舒服一點 因為在邊框的部分 真的是還差蠻多的 那當然在Air的這個字樣啦 它這邊是拿掉的 然後再來是喇叭這個部分 在M1的啊 是坐在旁邊這裡 聲音起來 然後它很像是坐在這邊 聲音的話是從那邊反射回來 那你覺得聲音有沒有變差 我覺得也還OK 剛開始我本來想說 這邊直接出來的聲音 應該會比較通透一點 那個音質比較不會被破壞掉 可是實際上使用了之後 它聲音從後面上來的 也還是蠻OK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鍵盤也有差別啦 因為你看喔 它上面這一排啊 其實都是比較小一點的 可是做到了M2上來 它又長大了 然後呢 這個原本小小的一個開關 不對 這應該是指紋解鎖 然後在這邊呢也變大了 一樣有一個指紋解鎖 外觀的部分啊 我自己是一直覺得喔 這一台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顏色的關係 我覺得上面很容易 髒附一些 你看得到的痕跡 其實筆電說實在的 因為我們常常拿來拿去 而且開開關關的 所以會有點髒附 我覺得很正常 可是你看喔 銀色的這一台 一樣有髒附 可是看不太清楚 但這一台的顏色呢 欸 就好清楚的感覺喔 這可能是因為顏色的關係 所以說如果各位有比較 怕這麼 就是很容易看到髒的東西啦 maybe還是選擇 銀色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兩台的話還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這次的充電器 它變形了 它變成像這樣子 這樣子打開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充電器 有好也有壞 該怎麼講呢 好處呢 是因為它的上面Type-C 變成兩個孔了 雖然說它只有35W而已 但是也硬是比這個 M1的機種 所內附的 還要多的 5W 然後它還有一個67W 可以做選擇 我沒有額外選備 我直接用35W 然後這35W 它有多了另外一個Type-C 也就是說你可能 另外要充手錶啦 或者充手機啦 maybe都還是OK的 只是說你的電力 可能就會稍微小一點點 來充筆電呢 在做一些比較需要高效的 例如說影片在轉檔的時候 也許充的電就差不多跟它打平 然後它的缺點就是 因為它長這樣 所以它在插插頭的部分 很尷尬 有些插頭延長線啊什麼的 它就是你這樣插下去 等於是左右兩邊那個都不能用 等於是你要把它放到最旁邊去 或者是現在有一些延長線 它會做那種格外 比較空一點的位置 給它用 它就很適合了 那這一條的話 我是覺得還蠻OK的 因為它附的這個充電線 這一代也變成變織線 編織線給我的感覺就是質感更好 而且感覺不容易打結 或者說是不容易比較受存到 因為像以前在用的那一種 一般的塑膠皮包起來的那一種 基本上啊 你看起來質感就久了之後會黑 然後呢 好像也比較容易打結 像這個在這樣子 有沒有 整個打結的感覺 你要解開它好像也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是質感上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提升 那另外當然我還有用了一個還不錯的把寶 一樣是GIGA STONE寄給我的 它這一個啊 是一個130W的當化夾那一種東西 它頭是真的比較大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有微微的一點重量 然後它一樣是可以做這個插頭 可以收在裡面 方便攜帶 那130W我覺得很大很多 因為這一顆是35W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提供的 你看Type-C這個最高可以到100W 然後第二個Type-C也最高可以到100W 第三個Type-C最高則是可以到30W 你看它最小就30W了 所以就等於從M1的那一個充電器 然後最下面還有一個 它也有支援到30W的快充 而且現在這個時代 Type-C真的越來越多了 所以相對的 你看我現在接電腦 手機手錶直接上面三個桶解決 然後下面一個 如果我要接相機的話 剛好出門啊去旅遊啦 或者是回老婆娘家之類的啊 這一顆基本上帶著 跟其他這些充電器一起帶著 它就可以直接使用全部的東西 我不用帶很多顆的變壓器 因為其實變壓器 它是本身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你帶很多變壓器 行李的重量相對就增加 甚至你在背包裡面就是要塞一顆啦 它就可以放蠻多東西的 我覺得這顆是還不錯 而且因為它之前太不實力的 所以你這個蘋果的線直接這樣接上去 要拿來充電的話也是非常OK 那這個部分是暫時使用到的 那接下來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在價格的部分 還有它的一些優點跟缺點 優點的話剛剛不用講啦 就是關於它的體積比較小一點 那缺點的部分我先講一下 其實M1或者是M2 你要Air的機種來去剪片的話 一定是非常夠力的 如果你遇到-4K 或者是你剪1080B 或4K比較多軌的 它稍微複雜一點 還是會有點卡頓 你可以轉代理 轉代理的話呢 基本上它的速度 還是可以到蠻順的狀態 甚至到預覽都還是可以有順的狀態 我自己最常啦 可以剪到大約30分鐘的影片 也都是還OK的 可是剛剛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因為它是被動式的散熱 它沒有風扇這種東西 所以它不會吵 這也是一個優點 也會有熱風這樣散發出來 雖然說主機本身呢 溫度會比較高了一點 但是 它不會有熱風那種往外吹的感覺 可是它這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在一個比較悶熱的環境當中 它的機身的溫度上升之後 那一般來說都會做一些保護嘛 所以你的整個什麼效能啊 都會稍微的降低 那降低之後是為了要讓它的溫度 能夠保持在一個 一個狀態之下 才不會燒掉啊 怎麼樣的 那你的卡通問題就會出現 所以啊 在夏天的時候 如果是我在用M1的這個機種 我還是會稍微注意一下環境的散熱 例如說 可能就不要在旁邊堆擬一些無微膜有沒有 阻擋它的氣流 因為它還是需要一點點 一些空氣 來讓它表面這些面積可以接觸到 可以散熱到 然後再來就是啊 如果說可以的話 盡量讓這個空間裡面可能有冷氣 可以吹冷也可以吹電腦 因為很多伺服器的那種公司啦 裝伺服器架設伺服器的公司 基本上呢 它那邊是全程24小時吹冷氣 不是給那個管理人吹的 所以要給那些電腦降溫的 因為他們才會乖乖的作業 那這個電腦也是類似 然後再來是價格的部分 其實M1這一台啦 跟M2這一台 我都是選擇 16GB的記憶體 跟1TB的SSD 那其他部分呢 我是沒有額外加 為什麼會選這規格 因為這個規格呢 你通常選完之後 它都會有現貨 可以直接到101那邊 或者是到那個 新衣區的那個蘋果店去拿 所以相對的很方便 是馬上有現貨 不用等 都可以直接拿 都是現貨 那這是好處 那但是 降格的部分 這次就有點尷尬 因為M1的部分 其實之前我再買這一台 應該是51900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是51900 因為它現在是有降價 變成48900了 那M2的話呢 是買58900 所以差不多是漲了7000塊左右的幅度 說實在這7000塊 有我們感受到它比較好一點 其實說真的 老實說真的還好 我不知道它加哪個部分 可能是成本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呢 就硬生生的 把價格拉著再上去一點 因為我覺得 M1其實一台 5萬出妥的這個價格 真的是 非常的划算 之前我在買上一代那種 Pro的規格啦 買15吋的 或16吋的 一台基本上就是8萬起跳 那8萬起跳還是基本而已 就是把記憶體稍微增加到16G 然後 SSD我忘記有沒有加到一體了 但是它這樣子的規格 一台就已經需要到8萬元 真的非常誇張 所以你可以省下3萬可以拿到那種效能 有的人可能還會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那為什麼有很多款你不把你的 Air的主機呢 你有在剪片嗎 為什麼不把他的 SSD啦 或者是把他的記憶體啦 再加高一點 能加多高就把它加多高這樣 我自己的想法是 但是其實電腦這東西呢 它大概就是 隔個幾年就會有一個蠻大幅度的進化 可能 像M1 M2 它可能相差20% 30% 我們的感受 體感的感受 還感受不太出來 因為有時候說實在 它就算傳統省一些時間 可是我能閃掉 去上個廁所啦 然後去做個封面啦 基本上回來之後我裡面還是好了 所以比較不會有那麼直覺的改變 但是如果你擦個一兩袋之後 然後你可能一擦是50%效能 那可能就有差了 因為光是在轉檔的時間 你可能做方面就來不及趕過它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很有感 會很想換 所以通常來說啦 以這種3C的來講 我可能就是一陣子會換一次 加上蘋果本身也保值嘛 所以有些可能它比較沒有那麼重度的 它只是單純文書的 那這一台對它來用就非常有效 所以我自己的購買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也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當然今天這支影片啦 也很感謝這個GIGA STONE寄這個給我用 它就是當純把它寄給我說 你買的新電腦 我來幫你支援一下 非常感謝 也讓我在帶這個充電器的部分呢 可以更加的省時省心又省力好不好 OK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點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By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